以走鲁尾模式中共国新办主任蒋建国贝勉。 看众国2018年7月26日讯看众国记者李文龙综合报道,中公文宣系统人事发生变动,掌管内外两个牌子的外宣喉舌国新办的蒋建国贝勉,紧挂中宣部副部长贤职。 蒋曾卷入反习公开信事件。去年落马的另一中宣部副部长卢伟同样卷入事件,先被免网信办实权后落马。 北京时间7月25日,中国政务网发布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通知显示,有二人被任命薪职,四人被免去职务。 其中,蒋建国被免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职务。 公开资料显示,蒋建国1956年12月出生,湖南桃江人早年一直在湖南官场,2004年4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8年10月,蒋建国出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2012年10月,升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 2015年1月,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2018年7月25日,被免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是内外有别的统一部门,公开报道显示,蒋的中央外宣办主任同期已被免。 目前蒋建国仅有中宣部副部长职务。 蒋建国在文宣事务上的所谓备受诟病。 2016年3月10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12国代表发言谴责中共实行的种种侵犯人权的行径,其中包括电视认罪为审先判等等。 据称,此种上电视认罪,做法就是蒋建国提出的。 蒋建国被制设两年前新疆无解新闻网泛习公开信事件。 2016年3月4日,由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财讯传媒和阿里巴巴三方打造的中国网络媒体无解新闻,突然转发一封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信中威胁习近平注意你和你家人自身安全。引起轩然大波。 不久,该网站被关闭,在重启之后这篇文章被删除。 此事发生在中共两会期间,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船曾被当局设位投号政治大案。 有多方消息指江派多名官员都参与了公开信事件,包括时任新疆书记张春贤,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卢伟和蒋建国,即江派常委刘云山等人。 蒋建国被指示刘云山下台前组建的反习小联盟成员。 2016年4月香港《争鸣》杂志发表题为反习小联盟搞局19大习近平刘云山全斗白热化的文章称, 当时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江派大员刘云山案中组建策划了一个反习小联盟,其主要人员包括有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中共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等人。 令据说蒋建国跟令计划是湖南大学研究生班的同学。 令计划于1994-1996年曾在湖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而蒋建国亦于1993-1996年在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及工商管理学院工业外贸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当时令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 中共中央办公厅三组负责人而蒋则是湖南一阳市委书记, 湘潭市长。 海外中文媒体2016年3月圆云北京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透露,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设令计划的同党, 习近平当局在2016年清理令计划与党时, 蒋建国也危在旦夕。 蒋建国疑似巡卢为倒台模式2017年11月21日, 中共官方深夜发文宣布中宣部副部长卢伟被查, 卢伟成为中共十九大后首名被查的政省部级高官, 也是目前中宣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卢伟从1991年4月至2011年3月任职于中共官方喉舌媒体, 2013年担任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一年5月, 卢伟出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 2016年6月, 卢伟突然被免去中央网信办主任职务, 虽仍保留中宣部副部长头衔, 但已无实权。 据亚洲周刊援引中央组织部的一位人士分析说, 熟悉中共政情者都发现卢伟提前现任网信办职务有违惯例, 他这个中宣部副部长竟没有任何坚持在身, 表明卢伟十九大后落马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香港经济日报曾报道, 卢伟落马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涉及2016年3月中共两会期间新疆无界新闻网突然转发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事件。 目前蒋建国被免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时全职务同样引起面临下台的猜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